大家好 我是无微 欢迎回来大声 今天上午8月6号 美国现任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宣布了他的选举搭档 就是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 Tim Watts 消息一传出来 各家媒体都公布了各方面的信息 我们今天快速梳理一下 沃尔兹他本身这个明尼苏达州长的背景 他这次被贺锦丽选择成为选举伙伴的思路 还有接下来整个民主党会面临的选举策略和挑战 还有就是共和党和各方面的一个反应 7月21号拜登宣布退选 这样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他作为民主党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选择他的选举伙伴 我们之前的节目其实梳理过 他有多少个选项 其实就那么几个人 尤其在美国现在非常现实的选举政治中间 他的选择其实非常明显 只能是大家笑称的老白男 这几个选项现在看来呢 也是比较务实的 就是跟他的特点和实力相补 来争取最大的选票 我们先来看Tim Walls的简历 根据官方资料 沃尔兹是美国现任明尼苏达州的第41任州长 他在2018年首次当选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并在2022年连任 在任职期间呢 他的成就呢包括向所有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普遍学生餐 不管家长的收入有多少 他保护声誉自由 他加强投票权 还有呢他为了到2040年实现明尼苏达州 百分之百清洁电力打下基础 还强调了为中产阶级减税 要扩大明尼苏达州工人的代薪休假 在任职期间呢 沃尔兹一直致力于使明尼苏达州成为全美 最适合养家糊口 最适合生存的州 沃尔兹现年60岁 出生于内瓦达州的一个小镇 他的父母灌输了公共服务对邻居的慷慨 以及为公共利益工作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指导他今天对明尼苏达州的承诺 高中毕业以后 沃尔兹参军加入了陆军国民警卫队 他就读于查德龙州立学院 1989年获得社会学学位 毕业之后 他在海外教学一年 其实他的海外教学就是在中国 一年以后 他回到美国 继续全职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 沃尔兹一共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了24年 他最终的军衔是指挥军事长 退役以后 他接受了一份在高中教书合作教练的职位 成为一位老师 在他当老师期间 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 格温 格温也在跟他同一所学校任教 1996年 他们两个人移居到曼凯托 还是在高中里教书 除了教社会学课程之外 沃尔兹还帮助他教学的这个学校呢 高中足球队赢得了学校的首个州冠军 2006年 沃尔兹从政 首次当选为美国众议员议员 并连任五届 他也代表了明尼苏达州南部的第一国会选区 官方简历之外 我们还知道 沃尔兹同时也是民主农民劳动党成员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背景 他对劳动阶层 对普通大众 对退役老兵 和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 都是有天然的吸引力的 再从政治理念方面看 沃尔兹呢始终被视为是moderate 就是民主党里面的温和派 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绩呢 相对都属于进步主义 他其实呢 并没有天生具有很大的募款基础 他既不是来自非常有钱的家庭 也不是那种天生的教育精英 或者政治明星的类型 他在明尼苏达的政绩呢 已经证明了 他在农村选民 在市郊 在普通白人中间 都已经获得了非常好的选举成绩 他天生会跟农民打成一片 在很多媒体和他自己 播出来的照片啊 视频里面都能看出来 他跟美国的城乡的老百姓 普通的中产选民 跟孩子们在一起 他的状态非常自然舒适 有数据显示 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选民中 他拥有91%的支持率 其实我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律师朋友 同时他也是一个法学院的教授呢 在2020年 为了给他竞选州长拉票的时候 写过一篇文章 翻译成中文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细节看到 他本州的选民是如何爱戴和支持他的 这位法律教授说 在COVID期间 明尼苏达州一直表现的坚强自信 沃尔兹州长和他的内阁成员 每周都举行一次 甚至每天都举行一次 关于COVID疫情的简报会 州卫生部每天都会发布情况简报 让所有的人都了解 每天有多少人被感染 有多少人住院 有多少人得了重症 而且呢 州办公室发了多少口罩 手套防护服呼吸机 多少库存一切这些信息 都是非常具体的 民众始终知道 我们是被保护着的 沃尔兹州长呢 每一次的简报都让人感受 他有同情心 他让人感受到一种宽慰 他给公众的发表的每一条信息 都清晰而务实 在当时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 和不安全感的时期 沃尔兹州长用科学的精确度 处理了整个这个公共健康危机 他就像一个老师 他激励和带领着 整个防疫工作人员 奋战在一线 他也像一个军人 团结他的团队 并且引导公众面对挑战 他也像一个教练 用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们将会从我们身上 夺取的一切改到悲痛 但我们也会庆祝 给予我们的一切 团结人性和感恩 这位律师呢 还贴出来了一张照片 呈现的就是 州长在 民间在乡间走的时候 偶然碰到了他的狗 表达出来了非常爱狗的状态 这样的是典型的美国家庭的 或者美国白人的一个形象 对普通的选民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个法学教授 我这个朋友呢 写了一段话非常重要 他说 沃尔兹州长带领我们度过了大疫情 也度过了弗洛伊德惨案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93亿美金的财政盈余 给予了我们创纪录的就业增长 失业率仅为1.8% 沃尔兹州长的明辩是非 向我们展现了高效的管理 他可以实现经济奇迹 他本身就是明尼苏大洲最好的化身 谦虚而自豪 内敛而善于表达 理想主义而现实 保守而自由 谨慎而自信 内向而外向 温和而坚定 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善良 他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会向你伸出援手的邻居 他是会认真理解你的麻烦 并帮你设想对策的长辈 他是会手把手教你解决问题的老师 普通选民 尤其他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是如此爱戴他 写了如此感人的一篇文章 我们也能看出来 他在明尼苏大洲广受欢迎的程度 再分析一下明尼苏大洲 今年呢 其实明尼苏大洲在这次选举中 不算摇摆州 虽然明州属于中西部 但中西部包括有威斯康星 密歇根 和平西法尼亚州 这几个州其实是被称为 Blue Wall 就是蓝墙的 一直被民主党认为是 势在必得的关键州 而沃尔兹作为明州州长呢 在这几个州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我们再说一下沃尔兹简历中 令中国人注意到的一个细节 也是让我专门做了一些功课研究 发现有很多细节 可能英文媒体没有关注到的 其实他的教师生涯最初就是始于中国的 我们查番资料 发现在1990年9月18号 他曾经在一篇报纸上 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讲自己在中国的生活 他在1989到90期间呢 在广东的佛山当老师 当时呢 他是哈佛大学的World Tech这个项目 这是个民间的项目 组织的去中国的一个一年的海外教学计划 他在佛山的学校里呢 教美国历史美国文化也教英语 他还在当地学了一些粤语 但是呢 刚才我说到的 在明州我的一些华人选民朋友告诉我 其实到现在 沃尔茨还可以说一些 Mandarin Chinese 就是他也可以说一些普通话的中文 他在返回国的时候 这篇文章中写到 说如果中国人 被给予合适的领导人 他们所获得的成就将会是无限的 他们是如此善良慷慨 他们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不断的给给给 他们始终在给我 他在这篇文章里呢 还提供了很多非常非常具体的细节 比如说 当时90年 他在的这个学校呢 已经也有了一些现代化设备 但是呢 只有唯一一个空调 就是在他的宿舍里的 他还讲 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任何的反美情绪 他走在哪里 他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学校给他提供了一个自行车 但是自行车后来被偷了 但是他走在街头 他还是不担心安全 他去过六次澳门 在那边呢 他说在澳门的时候 他可以看美国电影 他还专门坐了 多个小时的火车 去到北京 所以他对天安门也是有专门的记忆的 当时要知道 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去中国工作的老师 他就写道 中国人他是非常非常爱的 他愿意随时回去中国 但是他觉得中国人被他的政府 是被长期虐待和不公平对待的 他当时就把中国和中国人分了清清楚楚的 在美国之音今天发出来了一个视频 也是爬书历史资料 展示在2014年他接受媒体采访 讨论关于六四问题的时候 他又讲到了更多的细节 他说六月四号早晨 那个时候要知道 他可是在佛山当老师哦 他说六月四号早上起床 他看到新闻 非常震惊 很多当时的他的同事都认为 安全起见呢 应该会离开中国了 但其实他认为 反而更应该去中国 而且他说需要讲出在中国的故事 并让中国人知道 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记得我起床 我记得我起床 在军4月4日 那些不认想起床 有很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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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要去回家 而不再继续 我认为 我认为是更重要 than ever to go 去确认这故事 是说的 和让中国人知道 我们站在那里 我们和他们 它是很瘴重的 观看 当时 的国家的democracy rose 它是非常努力 我认为 我认为 他说他自己在电视里看到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来的时候 是一种神奇的感觉 非常powerful 很有力量 他总是感觉骄傲 就是自己在中国工作过 他亲眼见识过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他说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自豪 但是他们必须知道自由是要继续发光的 他们应该有自由 而且他说他担心今天的中国学生和美国的学生都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 他还引用了当时的美国议长的一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忘记了 暴政就会继续存在 他说非常重要的我们美国人要纪念有六四 特别重要的是要和理解这段历史的人站在一起 要讲述六四的历史 他说我作为美国明州的代表 也作为美国人的代表 我要告诉世界 我们和所有自由的斗士站在一起 这段视频发出来我已经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人 尤其华语世界的人就说就冲这段话 我们也要支持贺锦丽支持民主党了 好 说完他在中国的这些缘分和连接之后呢 我们再说回来 沃尔兹因为呢 在整个全国领域呢 并不是非常有名 可是呢 过去几周 其实有几个关于沃尔兹的视频和他的言论呢 在社交媒体上是广泛流出 尤其他说川普和万斯这对组合是weird 怪人组合 这个表述呢 立刻获得了很多人气 很多短视频就剪了他这个强烈攻击的这种表述 川普的反对者呢 觉得这个称呼很好用 现在就用这个weird 怪人组合来形容川普和万斯 他自己呢 在社交媒体上也呈现出一种活跃和人情味 就像有的人笑称他是真的典型的美国的老男人 白人和男性 比如说他自己在推特上说 我是一个足球迷 我喜欢进攻 他会晒他的两条狗 所以呢 沃尔兹的加盟在这个点上 一个是可以平衡 哈里斯在这个领域 在这个区的选票缺失 二是呢 他个人的背景 可哈里斯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和互补 哈里斯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担心他太过于加州精英化 而沃尔兹来自中西区 他又不是精英白人 他是可以跟大众联络的真正的亲民 甚至有一点点民间和民粹的这种风格的州长 这些都是使哈里斯选择他的一个理由 他的一些政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比如说当弗洛伊德案发生的时候 弗洛伊德在街头被警察执法死亡 第二天沃尔兹就立刻表态予以谴责 然后呢 他还要求州议会立法改革警察制度 州议会在5月发生事件之后的7月就通过了一项重大的警察改革立法 当然这个立法保守派保守州是非常有争议的 但是这个政策在民主党的州或者蓝州是获得了很好的反应 第二个 空腔政策 在2007到2019年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呢 沃尔兹是持枪权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在2018年呢 佛罗里达州校园枪件发生以后呢 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成为了明尼苏达州州长之后呢 他表示要支持枪支管制 2023年沃尔兹签署法案 对明尼苏达州持枪要建立普遍的背景调查 关于更有争议的堕胎政策 这个也是接下来的总统选举和辩论中焦点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之后呢 2023年2月 沃尔兹就签署了法案 在明州州法中将堕胎权列为基本权利 沃尔兹在很多具体的政策上 他的态度立场跟民主党和整个贺锦丽的 有可能的选举政策是很契合的 而且他也有具体的从政经验 这相信也是贺锦丽选择沃尔兹的一个方面 毕竟两个人的价值观和这个做事的方向取向 目前看来是比较契合的 沃尔兹被选择为竞选伙伴的消息一传出来呢 有社交媒体上已经看到了 就是共和党这边川普团队开始 着重研究沃尔兹了 已经把他称为无能的自由派 8月6号晚 哈里斯和沃尔兹两个人将首次联手 出现在公开的选举舞台上 我们将看到他们二人宣布的选举方案 和具体的选举战略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